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什么王一博会那么受长辈的喜欢 拥有那么多的粉丝追随和喜爱 一方面是因为他长相帅气 另一方面也是和他的性格三观 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特别是王一博在天天向上 这几年真的学到了不少也成长了许多 特别是天天向上 每一期的主题都是不同的 向观众和粉丝普及更多的常识和知识 不仅观众们能够学到很多之前不了解的冷知识 特别是现场的嘉宾们以及主持人 都能够去切身地感受到之前不曾接触过的领域 作为天天兄弟中的老妖王一博 更是得到哥哥们的偏爱和天妈的独宠 每一次都给他抱不同的兴趣般 去学习各种各样新的技能 在舞台上我们也看到王一博 带给大家的一次又一次的惊艳和震撼 在最新一期天天向上的舞台上 我们也看到一博和小动物之间的相处温柔的神色 对视不少粉丝纷纷评论 又是不想做人的一天 一路追随下来的粉丝 更是见证了他的成长与蜕变 就像看到自家孩子那般的努力 这几年的时光 我们看到他身上那种孩童的气质 慢慢的蜕变成成熟坚强的好的品格 但是偶尔仍然会流露出内心的那份纯粹 还记得当初在挑选天天小兄弟的时候 很多人问汪涵为什么会是王一博 毕竟当初他在娱乐圈 真的算一个小透明 当时一起来竞争的有很多已经是流量明星 有着不少的名气和后台 但是汪涵却偏偏选中了这个年纪小 又没有什么舞台经验 还不爱说话的一博 所以很多人都会怀疑 也不明白为什么 其实原因很简单 汪涵在采访中也曾经说过 只是因为他的性格和待人礼貌的这种真诚 他会在吃完饭之后 把桌子上自己的碗筷收拾干净 也会看到地上的垃圾捡起来 进门的时候会礼貌的敲门 细节见人品 这句话绝对有一定的道理 每一次在舞台上对待女星 小朋友 甚至小动物的时候 他都会展现出特别绅士温柔的一面 即便现在成为顶流成为一线大咖 但是他的这份心情却是丝毫未改变 甚至这么多年在舞台上 汪涵对待他的偏爱和照顾 也是大家有目共睹的 在娱乐圈几十年 汪涵见过了太多的人情世故 也见到了太多明星 台前幕后的样子 但偏偏王一博却很对他的口 很符合他的标准 所以汪涵这个老人精 才能够对这样单纯真诚的一博 有着如此的偏爱和喜欢 所以才会有那么多的粉丝 对一博有着更多的宠爱 他努力上进刻苦不服输 更不怕输 咬牙坚持的努力是最能打动人的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如近二十几岁的他 却取得了如此多的成绩 拥有那么多的粉丝和这么高的名气 世界上没有哪一种成功是一蹴而就的 如果没有上千个日夜的坚持刻苦磨砺 又怎么能够会让大家在舞台上 看到他绽放的璀璨光芒呢 羡慕他舞台上的灯光 羡慕他人潮粗拥的呐喊 但是他忙到休息时间都很少连轴转的工作 星成背后黑暗中的估计 又有谁能够理解呢 都说他代言多资源好 但是每个人的时间都是有限的 24个小时平均分配 为什么他能做那么多自己喜欢的事 还能做好自己的本职而普通人 却总是有各种各样的理由借口去懈怠去偷懒 每一个喜欢他的人都是在他的身上看到了我们自己想变成的样子 或者是渴望成为的样子 他是能够带给我们动力 带给我们满足 更是能够带给我们前进方向的一个存在 只有真正的粉丝才能够去了解到 他根本没有太多自己的自由时间 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在工作 一方面又要进组拍戏 还要录制每周的天天向上 而他的行程同样也是真的很忙 代言也特别的多 而有那么多的金主爸爸选择和他合作 也是一个非常正确的选择 从衣食住行到吃穿用度的王一博所代言产品 方方面面涉猎很广 粉丝自然也非常开心 甚至在这些品牌方之间们还有梦幻的联斗 专门定制很多专属一博的 充满了特别多小心思和宠爱 虽然粉丝能够几乎每天都看到他的身影 但是为他忙碌的生活 连轴转的工作行程安排 还是感到辛苦和心疼的 但是我们却也尊重理解他所做的 每一个选择和每一次的决定 毕竟青春只有一次 年轻的时候多努力多拼搏 才能够积累更多 我们相信所有的努力 所有走过的脚印 都会变成我们成长中的历练 我们也相信未来他一定会走出一条 属于自己的星光大道 纷纷效仿中翻车 王一博成功破圈 归于个性化实力与超高国民度 东施笑评终究一笑大方 王一博的破圈成功 引来纷纷效仿 为何却又频频翻车呢 王一博能够快速出圈 源于适合的角色更好的作品加持 同时作为天天向上的常驻主持人 让他的观众员备受瞩目 这样许多资本下的流量小声 眼红极度的同时 更是引来纷纷效仿 都在寻求常驻综艺节目 刷脸观众员 如今效仿王一博的大友人在 却呈现的皆是他防翻车的状况 甚至就连他的商业代言都成了效仿重点 归根到底 只能说想要模仿还是需要 此生实力雄厚才可以 王一博成功的地方 就是有着过瘾的业务能力跟放生的作品 王一博的读书一致 不仅是有着天天向上的加持 更重要的是他个性化的实力 舞蹈能力在一众小声中太过于出彩 从这就是街舞中 就足够看出专业水准 跟舞蹈实力不同寻常 业务能力是无法效仿的 舞感是常年练就的 再加上他个人的先天性优势 个性化跟辨识度超高的颜值 得天独厚的骨架 让他的个人形象足够触众 效仿的前提就是你得需要有他扎实的能力 抛开别的不说 就单凭他的舞蹈实力 加上个性化的颜值 在当下的娱乐圈总会有他一席之地 就是论是他的综合能力太抗大 再加上作为当下95后的年轻一辈 无论天赋跟个性化热爱都足够的受追捧 从街舞到滑板 从摩托车到魔术 他的兴趣爱好都被他发挥到了最大程度 这个国民认可度是毋庸置疑 好多人说 会玩这个的大有人在 比他好的到处都是 可是综合下来都玩出名堂的 又有几个呢 同样抛开这些 回到他的国民认可度上 他常驻的节目天天向上给他的加成足够大 在这里 王一博可谓是完成了他的人生价值观 跟世界观的塑造 文化类的节目 作为一所社会性大学 各行各业的精英 足够让他遇到优秀 铸就了他的视野跟文化积淀 五年时间的孕育 成就了他的人格跟精湛的文化内涵 这个是当下所有小生都无法匹敌的 这所学校绝非忘得虚名 王一博身上的那股好学 努力勤奋的劲 从如今的爆红就看得出来 他卖得住寂寞 足够的自律 别说人家天赋异禀 夸大其词了 但是他的学习能力跟领务力 抗压力确实异于常人 这是他借由天天向上这个平台 呈现跟收获了足够的国民度 这得益于他低调千区好学的个性 你想来效仿 着实也需要时间跟实力 刷一下存在感 没有足够的能力终究是熬下车的 当下的娱乐环境 观众都不傻 能力扛不抗打 火眼睛睛 一眼便会看穿 王一博的成功破圈 是他个性化实力的呈现 更是他在观众眼皮下成长起来的 他的人品跟国民度都是日积月累形成的 冰冻三尺 非一日之寒 模仿终究活在别人的阴影下 想要超越就需要足够的实力来说话 吃瓜不停娱乐不断 感谢大家关注缤纷娱乐秀 如果你喜欢我们频道的话 请给出您宝贵的赞 并且记得订阅我们同时 不要忘记了点亮订阅右边的小铃铛 这样就可以在第一时间收到我们的频道内容了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拜拜